红霞十几岁的时候遭到人番子拐卖 被逼嫁给一个性情残暴的男人蜡红 蜡红为了隐瞒罪行 便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禁止红霞说话 之后十年恐惧折磨下的红霞没有再说过一个字 因而成了哑巴 蜡红带着红霞及死女四处流窜 最终落户在探行山上的一个小山村里 小伙子韩冲是村里的坐地户 家里开着墨房 与村里的小寡妇情花产生了感情 可是没过多久 出门给女儿采山楂的蜡红 却被韩冲用来炸野花子的雷管给炸死了 村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讨论事情的解决办法 为了保住村里的名声 也为了韩冲的前途着想 老人们决定让韩冲赔钱了事 本以为死了丈夫的红霞会很伤心 但是他却比谁都胆然 他不仅不要赔偿金 还在丈夫下葬的时候偷偷露出了笑容 他的行为举止让村民感到很困惑 以为他得了失心疯 可谁又曾想过 这么多年来这个女人受过的苦 无奈之下韩冲负责起了这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 直到赔偿金谈妥父亲后才能解脱 两个人日久生情 过于亲密的举动全被情花看在了眼里 一天韩冲的父亲给韩冲说了一门亲事 红霞着急了 当着韩冲父亲的面表明自己喜欢韩冲 不久一个叫胖孩的村民带回消息 说警察正在击捕拉红 赖红因为贪贤随人盗墓 结果杀了人 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棘手 秦花无意间偷听到了这件事 一直羡慕嫉妒红霞的他动了歪心思 开始在村里煽风点火 鼓动村民把红霞母女三人赶出去 匆匆赶到的韩冲得知此事后 一个劲地袒护着红霞 并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要娶红霞做自己的女人 却引来了旁人的嘲笑 到了第二天 以秦花为首的妇女团又找上门来 在红霞门前破口大骂着 听到动静的韩冲想去看情况 却被胖孩等人拦截 明明很近的距离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 一片混乱之际 警车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原来是韩冲的父亲亲自请回了老村长 并叫来了警察 警察以炸死腊红为由将韩冲带走 并前往腊红坟墓验尸 却没想到有人先到 红霞穿着幼时的那件红外套 在山楂树底下举着韩冲之前签下的合同 上面明显多了几个字 人是我杀 韩冲看到了急得冲过去想吞掉纸条 可是一切都完了 红霞向警察交代了谋杀亲父的全过程 原来在那天 红霞看到韩冲在一棵山楂树下埋了雷管 便让腊红上山踩摘山楂给女儿吃 结果踩到雷管被炸成重伤 红霞趁机捂住腊红嘴巴 让他窒息而亡 正向大白后 警察带走了红霞 临走前 他祈求韩冲的父亲 照顾好自己的两个孩子 韩冲看着心爱的人渐行渐远 无比绝望 这么多年来 红霞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话语权早就被剥夺 直到遇到韩冲 这个半路出现的年轻人 又燃起了红霞对生活的希望 即使说不出话 站在山头发自内心的意涵 也就痛快了 生而为人 我很自由